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是2019年6月8号 我特意为今天这个视频准备了两个小时以上 我要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香港 再准备一些资料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为明天星期天2019年的6月9号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这次大的活动 做一些资料跟铺垫的准备吧 我相信都会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而且我也真的不是这个专家 但是我是现学现看 然后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也看清楚了整个香港目前的社会框架 我相信有真正关心香港的未来的 真正关心你自己未来的人权和自由的网友们 我相信您一定要看这个 然后6月9号用您的方法来支持一下香港 支持一下香港 非常庆幸的是香港公民每年的6月4号 他们都纪念这个日子 都纪念这个日子 大家看一下这部分 发生在6月4号的 那紧接着6月6号 惊喜的是香港的法律界的这些法官 最有实力的 而且最能为香港人说话的这些大律师们 法官们出来了 走在最前边的这位呢 他叫郭荣坑 郭荣坑 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他也是一位议员 大家要知道 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 他的这个国际地位确实是相当大相当重要 而且多少人在香港 包括所有的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到香港 经商啊 在香港生活 他确实有他的独立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 受益于全世界的这样一个位置 香港 他的都市生活 他的美食 他的环境 大家知道新界 包括沙田啊 大博啊 大澳啊 还有他周边的岛屿 除了香港 岛中心 九龙啊 其他的这些海域都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连接澳门是非常方便的 那这样一个天时地利的地方呢 就 真是一个天然的资源 就使得香港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受益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非常可惜 现在中国在1997年回归之后 把它改名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图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是这样子的 这是香港的港旗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字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所以我今天就想重点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在香港整个的历史发展 我们香港人真的没有 从来就没有断过跟中国 各个省市县的这些联系 因为你去看一看多少人 就像这个立法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这些议员们 他们的老家都是 广东啊 攀鱼啊 东莞啊 还有其他的呢 就是那其他省份的 寻祖寻根的时候 你就发现 老家都是 跟中国有那么多千丝万里的联系 爷爷的爷爷 奶奶的奶奶 都跟中国是分不开的 那中国跟香港就从来 香港这两个地的人民 从来就没有分离过 从精神上文化影响 都没有分离过 那现在眼看着 2019年 香港回归中国 1997年 2019年 那我们算一下这时间是正好 22年的这个时间 现在似乎是 中国要把香港变成一个 中国国内的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省份 那这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应该不应该呢 我们现在就各有分说 大家知道 其实我在离开香港 2002年的时候 在那之前的几年呢 很多香港人已经开始学普通话了 很多香港人 他们用着他们 敲着他们那非常不准的 这种口音来讲普通话 很多人都看到了 中国在国内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业市场 一个特别让人 向往的这么一个商业机会 特别是商人们 他们在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就开始了 他们的个人的这个建厂 开公司 那个人是绝对的受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立法会 是其实是香港的真正的命脉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案 就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 因为这个整个香港 从回归之后 有太多的故事 太多的发展 太多的变化 我们看看最重要的 谁是老大呢 是这位 她是香港的 我们叫特首 特首 她本身是 确实是有 她个人的成长经历 特别有趣 我在看简体字的时候 不是太多 关于讲她 在打繁体字的时候 这里边就有很详细的 她叫Carrie Lam 她的英文名叫Carrie Lam 就姓林嘛 香港的福建人很多是姓林的 她就是老大了 她就是香港画视权的人 但是她会不会跟香港人说话 就是另外一件事 今年62岁 她是香港湾窄出生的 其实她老家也是浙江州山的 非常基层的家庭 什么父亲是上海移民 母亲生于香港 没有受过教育 在家长排行第四 她有两个姐姐 下一边一个哥哥 然后下面一个弟弟 就是她的生活环境 不是那么优越的 但是她个人呢 还是一直努力 而成为现在的 在香港是非常有影响的 一位政客 她是画视权的人 可惜呢 她却是在做这一件 让香港人们非常担忧 跟失望的一件事 那就是基本上是 跟中国政府 跟大陆已经答应了 我们要做这个 接受这个遣返条例 香港人管它叫恶法 其实所有香港的繁荣也好 还是外在被世界各地吸引 全世界人们的吸引眼球 它的最重要的框架 是来自于香港特区的立法会 立法会我查了一下 这是1997年7月之前 那就是前立法会了 1997年到1998年一年 香港是临时立法会 然后1998年到2000年两年 叫首届立法会 然后2000年到2004年 这就是唯一届了 那就是四年唯一届 就是一直到2017年呢 这立法会呢 被选派为 这个林郑月娥 为特区的最高领导者 忘记立法会里边还有70位议员 前天的视频看到 这位叫Danny郭 叫郭 郭荣坑 他是41岁啊 他是也是一位大律师 而且他也是个议员 他是其中立法会的议员 那庆幸的是呢 这个立法会里有很多 都是法律界人士 他们都是非常精通 世界的这个法律的 整个立法会的这个框架呢 他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第一主席第二委员会 还包括内务委员会 常设的委员会 及议事规则委员会 还有事务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 行政管理委员会 还有历任的立法会长 会秘书长 这些框架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这个政党又包括什么呢 这70位的立法会的议员里头 来自于什么党政 这些民间的这些团体呢 来自民建联 来自建制派 来自公联会 劳联 武党籍的有一位 还有其他就是名次都在里边 然后最多的 还有商界的 有15 15位 商界包括 精民联八位 自由党有八位 新民党两位 那刚才我们说的民建联 就有13位 传统的建制派有20位 建制派有43位 这就是他整个就是 这个比例上组成的 然后有相视派 相视派就是新世纪 论坛 武党籍的有两位 接下来有民主党 公民党 公共专业联盟 街坊 公有服务处 公党 人民力量 新民主同盟 香港本土 政协 然后还有自决派 本土派 中间派 整个就是说明 无论香港 未来通过什么 章程 什么条例 一定是要通过 这个立法会的 大家看到这一张 都是立法会的 这些人的 长的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 看近看远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在这70位里头呢 有些是支持 这个逃犯条例 这个我们讲 这个逃犯条例 有些人是坚决反对的 就是说因为 林郑月娥根本就没有 通过立法会的 整个的一个议会程序 一个探讨程序 而就向大家公布了 所以明天的 维多利亚公园的 这个大的示威游行呢 香港整个社会呢 各阶层的 明天在维多利亚公园 想坚持想抗议的 这件事就是说 我们不能使用 这个逃犯条例 要林郑月娥下台 这是当然是反对党的了 那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图片里头 也有些人是支持 林郑月娥的 因为他们会用 他们的个人的观点 或悉尼的方法 自然的就是支持她的 在明天的这个示威游行呢 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有好人有坏人了 支持的 那也是看您的观点啦 您要说 觉得这个也有反对声音呢 就是说这逃犯 在你香港人 你犯罪了 我可以把你遣返到中国去 你在香港生活的 在香港工作的 什么美国人 英国人 我要把你遣返到中国大陆 来进行法律上的程序 那非常遗憾的是 世界所有的眼睛 世界所有的媒体 已经看到中国 目前这个阶段 不是一个循规守法 不是一个可以有法律 依据来做审理 我们上一个视频 我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 包括贩毒案呢 谋杀 误杀 还有 抢劫 打劫 还有洗黑钱 还有强奸案 已经是比较没有 已经是没有 是没有法律制度的 而且那么多709律师 还在关押 还他们在失踪 那香港这些律师 他们说我们的未来 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啊 所以 就是 非常可惜的是 中国没有一个 让人家心服口服的 这样一个法律制度 和执行法律制度的 这个机构和人 那就没法 跟说服人 让人接受 这个逃犯条例 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 是个客观现实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我们看看明天 维多利亚公园 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也会尽量做 我的最大的努力 我不太知道 我这个位置的 这个视频和 整个这个网络效果 会怎么样 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跟大家一起 看到香港在发生什么 其实说真的 这个犯罪条例呢 是确实是影响着 每一个中国人 也影响着世界 因为它确实是 在世界的眼睛下发生 每个世界级的人 每一个在英国生活的 在中国生活的 在香港生活的 世界各地的人 都会被这个 网犯条例受到影响 你仔细想想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 不要以为 香港发生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它确实是有关系 你仔细想想 现在没有 可是未来 会分分钟有 好 我们明天见 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 再见